全球跨境电子商务产值2014年预计可以达到3.43兆美元 而台湾的电子商务产值预估在明年也将会成为兆元产业 不过台湾电子商务发展面临市场小规模有限 要想进一步增强发展能量 不同的电商经济体在物流金流的亿业合作上都不断地在扩大 那么面临全球贸易市场的结构改变 横垮虚实之间的电商竞争优势要如何掌握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深入解析 中国电子商贸平台阿里巴巴表示 11月11号的光棍节 首日一小时的交易额就突破了20亿美元 而雅虎期末为了要立抗对岸的这个活动 今天也邀请了台湾在地各界的千家品牌业者 来举办促销活动 不过仓储干线以及配送才是物流系统的三个重要节点 所以要请教老师您怎么看两岸电商各自的竞争力 和未来成长的潜力呢 是我们看11月11日 那这个叫做光棍节 那光棍节其实是南京大学的一个男生 所以要脱离光棍 所以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种用各种的活动 然后做一个这样种节日 我想这个节日那就是跟这个什么西洋情人节 或是跟这个各种的节庆 或是说这个过年 那个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也知道一个节日来的以后 那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种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那这个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这个消费方面 那消费方面呢 当然有一些是既有的东西 有一些呢 就是怎么去创新发明 那不管是有型的那个这个物品 譬如说这个情人节 然后去送这个花 或是说母亲节 然后也是 这个送了很多 有很多的这样种礼物 父亲节 也是 每一个节日都有不同的这样种 这个购买的这样种这个东西 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会 这个没有的 然后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是讲 是有型的这样种东西 那个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这个无型的一些服务 那个我们是看不到的 不够对有型的这样种这个来看 因为我们晓得各种节日 然后各种这样种商人 他会促销的这个活动 在观棍节 在这个阿里巴巴看起来 好像他这个促销 就非常的成功 所以这个亚富他也怎么样 怎么样跟他对抗 可是这方面我们当然就知道 一定是要有信用 然后要很方便 很便捷 然后这个东西也要相对的便宜 意思说价廉物美 所以大家在竞争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种东西 一定是要符合这些条件 所以没有错 物流 然后这个空运 这个路运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而且阿里巴巴在这方面 其实是我们平安心讲 他这方面做得蛮不错 而且他有第三方支付 所以就让大家购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相对的方便 交易成本也相对低 但是长期如果你要去维持的话 那一定要有信用 因为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适时的 然后到你手上 而且东西不要有这个瑕疵 这个不好 我想长期是会朝着这个方面来 大家竞争也是朝着这个方面来 做这个竞争的这样一种方式 谢谢大家